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会什么 没忘啊 妙手回川吧 这个笨蛋 果然又不记得了 来 又搞什么花样 你真的是会点不一样的 舒服多了 这么灵的吗 所以我前一阵子被我师母打了 后背一下子就不疼了 是你帮我治的 你跟我共用一身龙骨 会感知痛觉 你撒谎 我怎么不疼呢 真傻 只有你受伤我才有感觉 我受伤你不会有感觉的 师兄 都这个点儿了 你怎么来了 师妹受此人蛊惑 说不定半夜会做傻事 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异样 不会的师兄 师兄 师兄 我们小师妹可是好不快 怎么能和罪犯同流合污啊 再说了 有我在 能有什么异样 你现在嗓门大的就很异样 这门为何是开着的呀 生锈了吧 大阪上的有什么事吗 林捕头 你还给他送药 这是前几日你师妹送给我的 正好今天用上了 姓童的 你那天骗术可骗不过我的眼睛 我一定会让你认罪伏法 请林捕头戏场 我相信 六扇门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也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别耍花招 颜家赶滚 是 师妹呢 师妹呢 他藏哪儿了 他藏哪儿了 那我师妹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不说话就是了 你师妹可看不上我 感情这事可说不准啊 我 尊报 师兄 来了 回头两个 这会儿师兄总不在了吧 这会儿师兄总不在了吧 诸位 辛苦 师妹 完了 师兄 我 那个 我 那个 这么晚还在执意啊 果然被发现了 果然被发现了 师妹 我知道 你鲜亮天生病发烧 如果觉得累 可以先不来留审问 我不觉得累 而且 而且师兄 我还是想说 你对童公子有误会 他其实并不像 你想的那个样子 够了 他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师兄 我相信你会查清真相 还童公子一个清白 你这个丫头 怎么又来烦我了 能不能别老是 不能 除非你答应出手救同龄 仙人不可插手俗事 怎么问你什么都问不出来 还神仙呢 红线红线切不明白 事情事情弄不清楚 我看你怕不是个假神仙 你个臭丫头 说话不过脑子 我罚你 你呢 正好我那宝贝徒儿不在 他的活儿 现在就由你负责 完事儿之后 我就帮你解开 不要着急 不要慌 很多事情呢 都是因缘巧合 你现在呢 需要耐心地等待 记住 打扫干净点 不准偷懒 我会见识你 我会觉得 我会见识你 我还记住 我还记住 你 我还记住 你 你 我还记住 你 你 你清理好了没有啊 嗯 这对师徒 我一点都不像神仙 哪有这样的 你是那天灵捕头的师妹 童小公子给我算了姻缘 我一出天相月 真就碰上了 他说 要是想还愿 就让我来约老庙 哎哟 真是太灵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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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没事的话 又确实有了心上人 能不能帮我把童姑子救出来 童姑子怎么了 他被人误会骗钱打人 这会儿被关到大牢里去了 你帮我做个正版 嗯 谢谢啊 给我回来 哎呀呀呀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开 经查时 本案系误派 当事人已确定销案